台灣不只一個國民黨 也不只一個民進黨 台灣有超過300個政黨 我發現國民黨 我發現民進黨 在立法院的議會裡面 卻沒有一個 為大陸台商講話的代表 所以我們成立了 大陸台商黨部 主要的目的 就是為服務大陸台商 台灣志工黨黨主席 陳博光強調 大陸有百萬台商 不能每到選舉聲音才被重視 因此成立台商黨部 做定期的服務交流 另外也號召10萬青年大軍 一起進軍大陸創業 能夠結合百萬台商的經驗傳承 讓青年能夠走近對岸 了解大陸這一塊土地 陳博光說 在政府的官方互動停滯状況之下 不可忽視民間交融的能量 其實還是有很多事情 可以做的維繫兩岸之間的情感 主要還是共產黨